狼群以家庭为单位 那没有交配权的低级狼 该如何繁衍后代呢 对于自然界中的群居动物来说 制定等级制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狼群中 狼王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而其中的低级狼只能为服务狼王而存在 与其他群居动物不同的是 狼群中只有狼王能够与异性进行交配 其他个体则没有这个权利 并且狼王还属于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 既然如此 狼群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那些低级狼难道就心甘情愿地为狼王服务吗 很多人认为 狼群是由一群独狼建立的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在狼群创立之初 其实是由两头性别不同的独狼确认关系后 开始繁衍后代 随着幼崽的数量越来越多 一个狼群也就随之而出现 一般情况下 狼群是由7到30只个体组成的 如果数量超出这个范围 那么狼王则会通过他们独特的方式来维持种族的平衡 在狼群中 除了狼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外 其他的个体也无法平起平坐 而是有着极其详细的等级制度 除了狼王和狼后之外 种群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小狼了 作为狼王的孩子 他们不仅受到了所有狼的保护 还能够优先获取种群中的有限资源 除此之外 狼群中的其他母狼地位也不算低 虽然他们并没有与狼王交配的机会 但是却能够吸引种群之外的公狼进行交配 从而扩大种群的规模 只是如果这些公狼留下 那么他们则会失去交配的权力 反之则没有影响 而母狼所剩下的幼崽 大部分情况下都无法活到成年 即使成功长大 也会因为对狼王产生威胁而被驱逐出去 狼群以家庭为单位 那没有交配权的低级狼 该如何繁衍后代呢 地位在母狼之下的 则是那些成年的公狼 他们不仅没有交配的权力 还要在战斗中负责保护种群中的母狼和幼狼 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然而他们还不是地位最低的 毕竟在每个种群中 都会出现老弱病残的个体 他们无法为种群做出巨大的贡献 就只能充当炮灰的角色 外出时走在狼群的最前方 抵挡随时可能出现的攻击 既然种群中的公狼没有交配的权力 那么他们就彻底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吗 虽然他们明白 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无法拥有交配的权力 但是到了发情期后 公狼依旧无法抵抗动物身上的本能 他们压制不了对于交配的欲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可以想方设法地进行交配 首先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是取代狼王的位置 只要他们能够打败现任狼王 那么就能够获取繁衍的权力 一旦他们成功上任 就能够在狼群中挑选属于自己的狼后 而原本的狼后则会沦为普通的母王 狼王则会被驱逐出种群 从此成为一头孤独的野狼 当然这种方法充满着位置 开弓没有回头见 一旦他们失败了 那么下场就会更加悲惨 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选择离开狼群 建立自己的种群 白手起家当狼王 当然如果公狼没有这个能力 又急切地想要交配 那么他们就只能偷偷默默地 做一些违反规定的事情了 比如与其他种群的母狼 或是自己种群中的母狼进行交配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被狼王允许的 一旦被发现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作为种群中的低级狼 他们的命运还是十分悲惨的 狼群中森严的等级制度 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对于狼群来说 能够获得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 所以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 能够严格地控制进食顺序 保证狼王永远有着充足的食物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野外的食物本身就比较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等级制度就能防止种群中 出现抢夺食物的现象 从而影响狼群的团结 并且狼群中的低级狼 不具备交配的权利 这样就能够让他们 全心全意地保护狼王的孩子 提高幼崽的成活率 如果低级狼同样能够繁衍后代 那么他们必定会为了自己的孩子 而抢夺食物 一旦种群中发生内讧 那么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 抵抗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并且对于狼群来说 狼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 它能够非常好地维持狼群秩序 一旦狼王消失 那么狼群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 很快也会随之而消失 所以对于狼群中的公狼来说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中的法则 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 就只能在后天不断地努力中 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而一步一步爬到狼群的顶端 否则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拥有自己的后代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